他這個三連隊的委託就代表我們三連隊的意思 好像懂了什麼 總統蔡英文聽取報告大力點頭 14號四島空軍第三連隊 就在中共對台軍演落幕之後 那麼這段期間因為中國軍演 大家都辛苦了 只要我們團結一致 就能夠讓國人安心 可以讓世界看見我們守護國家的決心 一直要向上反燈 先到金雄康基地 在陸軍特載訓練中心 會向國軍地雄至上謝意 畢竟軍演結束 但對台文攻武嚇不會停 翻出東風系列導彈 連日軍演不夠 陸防再發布解放軍東部戰區 紀錄影片示威 但除了隔空 讓網友閱兵要弄自己情 統戰短片出現熟悉身影 旁白字幕加照片 仔細看解放軍東部戰區 微博帳號短片 這位獻花男子與上個月底 半夜中山林的監督頭馬英九 有著相同背影 訪問中國 結果被中國把它製作成統戰的影片 當然 減東減西就是減中共藥 馬英九就是被利用的 非常的欺負 只是除了短影音 馬英九訪錄期間 曾掀騎一輪的高鐵車廂 中國中車官方微博 也翻文寫下 問問某專家聲稱大陸高鐵沒有靠背 眾所周知 中國標準動車組 就是以組中國茶葉蛋的蒸氣為動力 還強調國內茶葉蛋資源稀缺 所以車體需靠每位乘客 用腳凳提供動力 顯然就是你酸我 我便酸回去 TVBS圈這度就位 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